这或许是你见过最能喝水的公路了 水道在路面上瞬间就被吸干了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道路积水会给雨天出行的朋友们带来很大的不便 仅仅依靠几个下水道的入口很难及时地将积水排干 万一有个井盖被冲走了对于行人来说十分的危险 所以为了应对城市内部洪浪 瑞典曾经发明出一种红色的塑料板 这种塑料板成要形 可以相互拼接放置 当大水来袭时 水的重力会对塑料板形成下压力 从而可以阻挡住水流的冲击 水越大就会立得越结实 但是它的高度却有一定的限制 随后他们又发明出了一种黄色塑料布 它的柔软性可以适应那些地势不平的区域 通过水流的冲击也能够升起一块帆布挡板 但是这些都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为了提升道路的排水能力 人们直接在道路材料上动起了主意 这是一种神奇的吸水路面 它由最上层的花岗岩碎石 以及下面的垫层和管道组成 当有大量的水流过 水会迅速从石子的缝隙间渗透进去 并且流入管道里面及时地排走 这样路面就不会有积水 曾经有人把洒水车车罐里四吨的水倒了下去 不到一分钟就被道路给吸干了 效率非常的高 并且花岗岩自身也具有极高的稳固支撑性 能提升使用寿命